哈囉啦 歡迎回觀 我是你的小英雄時刻 新的假面騎士道具 終於來了 不過這個只是先 在腰帶之前先行販賣的其中一個版本 不是其中一個版本 應該說先行先賣的道具 就是我們的 猩猩跟鑽絲 然後呢 我發現這盒子的質感 跟之前 XZ已經有所些微的不同 比較滑順的感覺 然後我也發現說好像解析度比較高耶 他的那個你看他這個盒子上面的那種字的解析度感覺比較高 然後這是他的正面 側面這邊有這個瓶子怎麼使用 可以使用的部分可以轉蓋子跟搖洞裡面的類似一台的東西 然後側面這邊就講說他可以連動的東西道具 然後他上面這邊還有寫著這個Full Bottle 這邊就是他的遊戲操作之類的東西 這邊筆紗記 連動腰帶的部分這個這個 那我們現在就來打開他吧 好現在我們切開了他的膠帶 然後就打開初次見面的Beludo道具 登登 他是放這樣耶 他這有那個說明書 沒有說明書 那我們就拿出來了 天安娜的 這個好玩 拿出來了 這是我們的玻璃拉猩猩 我們的鑽石 意外的有點重 話說我發現在盒裝裡面就可以咬著彎了 這次他的特點 咬著彎 好有Feel 然後他的蓋子旋轉 他蓋子這邊的旋轉比我想像中還要鬆耶 到這裡才有個定點 然後不管從哪個方向都可以 那這是他的QR Code 所以這邊從側面看 猩猩的臉 這個很有根猩猩的臉 底部是透明的 還有寫的Made in China 然後這是 這就是他那個辨識的 那他插進腰帶的時候是從 這樣插下去的 所以他後面 是這樣 所以他開關的造型 就是往這邊滑下去再碰出 然後這邊 還蠻 寬的 所以可以拿這部分咬就好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的鑽石 裡面有 藍色的 液胎東西 他這個設計還蠻漂亮的 然後一樣QR Code在這邊 然後他 辨別的部分 確認是不是不一樣 嗯 很明顯的不同 然後接下來 看他的另外一面 然後這邊有一顆鑽石的形狀 鑽石 上面的蓋子一樣可以轉 然後一樣 調材很有Q 讓我們想起了小時候的那個 搖搖臂 搖搖臂 然後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 他蓋子上面有一些 GD 所以呢我真的想啊 這就是 狗里郎 就G開頭 然後呆啊 鑽石 就G開頭 所以他就是這個 Best too much 所以我就想啊 他上面有一些都有字 那應該都是配好的 可是 好像還是可以混著使用的樣子 目前看到一些 相關影片很像是說 哇好像可以喔 他的 混著使用 所以說他這個血 可能就是所謂的 Best too much 最好的組合嗎 那可能他還是能亂租 然後你就可以玩出各種不同的組合 所以相對的 他的玩具也會 非常的坑 這是個坑 然後上面這邊還有一個洞 裡面有 有一個這個管子 這個大概就是連動腰帶的時候 他在轉動他的腰帶的時候 裡面的液體會這樣 微微的 裡面的液體會微微的放下洞 就感覺很有FU 有有了 我這咬起來超有FU的 那我們接下來 雖然 目前還看不到影片 不過我們就來 期待 接下來 新的夾面騎士 跟他新的玩具吧 耶 好 在結尾的時候就很短 站不住 等下囉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